我最初頂籠極限都要看2萬6000 我不會和你們認得我看上3萬多少 我也是之後等它做了認識的頂部 落到2萬8000 沽貨走 其實我覺得今年投資市場是多變的 今天的主題是牛年投資 我覺得不會用特定股費去介紹 大家去分解一下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自己算是多另類 因為我做過股票分析員 亦都做過股票經紀 很多不同的市場都接觸過 在實戰方面我覺得會比較強 會比較多知道裏面的巧妙東西 就像炒金那樣 我覺得就說 剛才說過 其實如果你說今天的題材 其實沒什麼好建議給大家 因為其實今年的市場是很方便的 其實我都看不得很痛 我很坦白說 看不到就看不到 有什麼好奇 好像剛才說的 那個市場不是升級跌 不是欠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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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害怕看錯 我每一個盤好像最近那樣 都會將文章派到人網專區都說過 其實每一個位置 我定過紙食的 一個盤 譬如近期 近期我估計 估計下來不中的 我只剩下輸三萬多 是吧 但我中了下去的話 我已經四十幾萬 你喜歡就跟不喜歡就算了 是吧 但我覺得是否比說太過無寧兩可 這樣升五百這樣跌 說五百 永遠都幫不到你 那聽來你做什麼 我覺得比較奇怪 我覺得就不應該怕看錯 看錯很正常 人任何時間都會犯錯 我不是孔子的 我駕駛出家 可能轉個頭 不小心 食後煙跌 這個煙跌在地下 我都會犯錯 等於看錯 是會錯嗎 這是人來的 我覺得就說 這個就是技巧 就譬如近期那個金價 我們那個金價在農曆新年之前 見過八百九十元年 跟客人見到有個回套 我們就把七百幾元拿上去的金 金倉高位就八百九十元 我是八百六十幾元 平沙瘡去 等他回套 我們下面就設置了紙食位 就是八百零一元 八百零一元 當那晚的金價還入了八十一元 就死就死了 大家閉上眼就拿了 大部份都拿到八十六 那晚你很好笑 跌到八十二元 沒有再跌了 大家已經預約 死就死了 八十一元就減失了 那麼 八十六拿了 頂我輸五元金價 五元金價正常 我是做一首貨的 我都是輸三千九元 三千九元 但我拿中上去 一百元金價我賺七萬八 二百元金價我賺十五萬六 是吧 我輸過三千九元 但我博到十五萬幾 那你說這個是否投機呢 那我覺得 就算是投機得來 我覺得是否比較 有深度 有智慧高層次的投機呢 我從來不可以投機 我投機投機投機 我投機投機投機 我覺得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這個 如果真是認識我 就很難的 我覺得是應該這樣 還有 就是華盛好像 都不好意思這樣說 就是 一改到這些 關於金融的事情 就 因為我金融出來 從小到大都是 那可能會有一點 諾的 我認真興奮了 但我跟大家說 其實 剛剛四月三個節目說過 那些人會覺得 一個人的範疇 都會覺得很得緒 很糟 我覺得就是 兩個的 就是 離開市場 就做回自己 但我覺得就是 四月三個節目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每一位都有聽 我想你作為一個軍人 你派到伊拉克 你應該有的 智庫 你沒有的 你腳軟 賴尿 那時我在川南大 十幾年前 還很年輕 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都喘著行家說 那什麼事 你嚇到腳軟 嚇到賴尿 根本你不懂得看 我說你看又看錯 炒又炒錯 就是 看又看又看不贏 那時候 炒又炒輸給我 我覺得 你要看一個人說話 可以不可以的話 很簡單 你炒贏我自己說 這個有這麼多年以來 一直曾經說過 不過這幾年 可能 又不是說年紀很大 不過就 蕭先生認識我的時候我二十六 我今年是三十五 對不對 那我已經有三個小朋友的爸爸 那可能 不同的年紀 或者尤其是 香港人近這十年 都經歷了很多 變遷 回歸之後 九七年 科毛股 零三年三十四 這次的海嘯 就是 大部分香港人 都是公共面對的問題 我自己都會經歷了一些 個人的 生意 事業的喜樂 家庭的動盪 那變成 心態上不同 不同了 我現在就說 不是說 不敢去 去囂張行家 只不過就覺得 沒那麼必要 那時候可能 二十幾歲的時候 年少起成 看不過眼 會不會說 但我覺得 其實大家 沒飯吃而已 沒需要這麼做 但我覺得 我也講道理 其實 那個人說的話 可不可靠的話 就說 你解僱人家 那個高位 三月二十六號 一萬八千三百七 一萬八千三百七 二千年 五月二十一號 你說低位 即是中期跌落 去到一萬三千五 再反彈 就去到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五 日善和有好 周善和雙頂 那我就和大家講 在村南道說 好低估 一萬八千一 拼他雙頂 見了頂 沽下去 不行的 一萬八千三 歷史高位 二百點打百 輸給他了 沽下去 中的九千點 期之九千點平倉 一萬八千一 沽下去九千點 也就是九千點 九千點就是四十五萬一張 那我覺得 我會這樣去做 那你說 這些是不是投機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這樣做好像 好像 我早 就是近這兩集 聽一下推特說 巴菲特很麻煩 短期很麻煩 長期的 他一定可能過幾年後 盆稅又很漂亮的 但你說 反彈索羅斯 行 因為大家的操控方式不同 靈活一點 你的方法是有個名堂的 因為你基本上是講直播率 那你投機也講直播率 那你投機也講直播率 難道十幾萬去賣 所以有時候 就是這樣解 你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 一來講直播率 那你預了輸多少 那贏人當然是 就是多個數 當然買得到 第二就是 就算在投資學裏面 也有一套問題 而且很簡單 也不用懂得看市 就是 有一套的學說 叫做 Adam Theory Adam Theory很簡單 年輕人也懂 就是 即是 又不是一套股票或一套市 升完跌 就是市告訴你 市正在升上就是升 正在升上就是跌 那怎麼 意思好像講也沒有講 其實不是 就是 舉個例子 就是 你在沙子之後 看照片 這樣拿到 那你又不理它的頂 有一套它升 四個盡 再回頭的時候 你初到可能看二萬六 是 那他看到過了二萬六 回到下來 你就二萬六定仓 這些就是阿當理論的說法 即是等於一樣 可能現在 我們都要等待時機 等待時機之後 雖然我覺得 短期來 都是體堂 但問題 就是市是近底 所以我經常看他 再想一字 還沒有 但 你當那些話題 如果想到低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你接著就可以 不知道你掉了多少 一萬也好 九千或八千也好 接著用回去買的時候 你就預算輸多少 那你接著你搏上去 好吧 沒分別的說話 就要到五萬 不要緊 總之看了某個的說法 那你贏的機會 比輸的機會 比輸的機會 這樣就能夠過 起碼在九千年頭 左右 大概可以開始建好倉 其實今天 都聽到兩位 投機大師的分享 投機的方法 相信大家都應該會 其實沒有星期三 浩南 星期四 都會講一講 投機的技巧 在這裡 不如看看網友 大家有沒有一些對的 即是有些問題 都想問兩位 其實我也很同意你剛才說的 匯豐 其實匯豐 我也觀察到 他近來的動作 他說 我們買了一個household 六年前 我們也不想的 但是 六年之中 他根本沒有工作 沒有去痛還是思痛 或者怎麼樣 他很久以前 他最早就撇過獎 但是他不全面 他要公股 喂,百多元的時候 其實他批評他股東那個 那個叫什麼名字 那裡是國有化了 就是所謂民物 我想我認為 遲早一定是國有化 因為為什麼呢 那塊錢是太大的 那個洞填不到 譬如你看看HIG 就知道 填又填 即美國正本填了千多億 下去上 國內也虧了六百多億 現在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你越看得多 就是以前我們大家都不認識 但是你越看得多 現在的資料 你就會知道 那些所謂CDO、CDAS 其實嚴格來說 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就是一些浮沙來的 最初你最基本的時候 就是基於按揭 你發行一些 就是有按揭做抵押的 所謂collectual debt propagation 但是為什麼這些資質 那麼嚴重呢 因為原有的概念 本來就是很簡單 就是讓你買保險而已 就是等於買了一輛車 怕它燒了一輛車 被人偷了一輛 買車的保險 你買這些債券 又怕它輸掉 那就買CDAS 保險 沒有問題的 本來是很正的 但是問題呢 越玩越大 就是說 當任何人都可以 就是等現在 大家炒案就知道 以前最初的渦輪 就是講公司法 是吧